安妞 你現在在收看的是Olivia OO 我是Olivia OO 這一集影片的內容是要帶大家一起去逛 二手商店 如果你有follow Instagram 或者是看到我的po文的話 你應該會知道我一月份的時候已經去過一次也錄完了 但是在還沒有剪輯的狀態下 我就把所有的影片全部不小心刪掉了 所以我就決定把一月剩下來 就是用這一台相機錄成功 當然沒有霧山的影片呢 跟這一集結合 等一下先帶大家去逛 二月的時候的逛街的影片 再給大家看一月的時候我買了什麼 然後二月的時候買了什麼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去逛街吧 都還沒拿推車 我就先拿了一件牛仔褲 今天來的這間Goodwell是從有地區號來看 房價相對較高的地方 房價較高的地方 可能就是比較多有錢人住的地方 或也有可能是比較敢貸款的人住的地方 Goodwell似乎是喜歡把他們覺得比較好的貨品展示在靠近門口的地方 這些貨品可能也相對的比較貴一點 或者是展示出來會讓整間店有一個風格或主題的感覺 這間店給我的感覺就很高貴 但是沒有太多有名的奢侈品牌 這件裙子長身在一堆紋禮服中顯得相當特別 它的雙排扣很復古 直覺案情不單純 所以讓他們先唱車再說 大概翻了一下店門口這幾個架子 就可以知道這間店要找的 可能不是什麼很難得一件的商品 反而是一般可以很實際穿搭的衣桌 這件斷面的襯衫我有點後悔沒有拿去試穿 但是我已經有一件墨綠色的了 所以就算了 這件雖然很不適合我 但是我很欣賞這樣疊出新材的領口設計 跟大家分享一下逛二手店的時機 有下列三個 第一個就是它剛開店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人比較少 第二個是它的固定上假日 例如每個星期五的下午 那它那時候的貨就會比較多 可以讓你挑選 還有第三個就是它的折扣日 譬如說有些店就有 thrifty thursday這個日子 我覺得我剛拿的這幾件外套 大衣都超酷的 但是在加州好像穿不到芝麻鞋 或是福翁摩斯的外套 再來是被歸納過的商品區 包包這個部分我其實沒有太大的期望 也沒有在這間店找到喜歡的包包 除了這個草編的手提包我覺得很有趣之外 就沒有找到其他我有興趣的包包了 這件裙子也是感覺很好穿搭的格子裙 你看它裙白整個流線 又是一件讓我很欣賞的設計 在短褲短裙的部分沒有太大的驚喜 而在中長裙的部分也是沒有太吸引我的商品 這件很柔順飄逸的寬褲也是春天的時候 會讓人很想入手的商品啊 在女裝區的長褲我也沒有太大的運氣 在各區域的架子上都會有 沒有按照尺寸擺放的鞋子 這一雙我就很喜歡是日本的一個牌子 它的粗跟設計很可愛有點T型的感覺 然後鞋子本身用亮面和橘皮拼皺而成 很可惜的是他們比我的腳小一號 所以最後也是沒有入手 長裙區一直都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商品區域 因為商品本身布料很多 所以對我來說不管是要改 或是另外做一件的可造性就會比較大 像這件白色的裙子的布料 是很適合夏天的麻布 不管是做成一件寬鬆的洋裝 或是度假風的無袖加寬褲都是很棒的選擇 你們有特別喜歡的版式或是設計嗎 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下次逛的時候就可以幫你們多看一眼 像現在美國年輕世代的潮流 就是要穿爸爸那種寬寬鬆鬆的西裝外套 或是像我手上現在拿的這種套裝 你們不覺得這套的排闊設計很復古可愛嗎 再來是家具跟百事區 如果是剛來美國的留學生 願意用二手家具或餐具之類的東西的話 應該也可以省下一筆安家費喔 終於到了試穿的時間 第一件要試穿的就是這件 怪綠色的條紋襯衫 這件很滑又很柔軟 但是又是不會洗了就皺掉的材質 這件是大約台幣兩百一 第二件這件是香港做的衣服 整體上看起來像是ZARA或是Mango的上衣 它對我來說太大了 尤其是在肩膀的部分 感覺這樣穿很韓式很淑女 我最喜歡它大放嶺的設計 還不確定是不是要買這一件 但是這件也才120台幣啊是不是 第三件是這件ZARA的小洋裝 乍看之下我覺得可能穿不下 穿起來之後覺得意外的合身 所以說不要輕易的相信它所標示的尺寸 一定要試穿 如果最後選擇買這件的話 我可能會把它改成兩件式 或者是在腰這裡做兩個抓皺的設計 這件ZARA居然才270台幣 這樣是直接打一折了嗎 再來是要試穿這一件很像制服的裙子 標籤拿起來看才發現它出自於一間古著專賣店 拉鍊拉上來的瞬間覺得這件真是合身到太不可思議了 我自己都還沒有為自己做過這麼合身的衣服 這件之後我查了一下 居然是改良式的50年代的裙子 在網路上還有很多類似的設計 卻很猶豫是不是要把這件擠進35塊的預算內 第五件要試穿的是這件 最後跳進我購物車裡的ROF LAUREN老爺褲 這件的腰身也是相當的合身 除了質感上讓我很喜歡之外 我也很喜歡這種燈心絨很秋冬的感覺 把褲管往上折兩折就很好看囉 最後一件要試穿的就是這一件EXTE的牛仔褲 這件牛仔褲的牌子好像已經消失了 網路上沒有太多關於這個牌子的資訊 但是這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一穿上去就有一種 騙人不要跳disco的感覺 不對那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件13塊的超大牛仔褲 好像可以改成寬口的短褲喔 GOODWAY是在美國一個非常大的 二手商店的非營利機構 他們有一個規定是你在試穿的時候 只一次只能帶六件進去 如果你想試穿的超過六件的話 你就要先把超過的那部分留在推車裡面 然後留在11間的外面 先帶六件進去 等那六件穿完之後 你再就是替換六件進去 然後直到你試穿完為止 但目前我的試穿的經驗來看呢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真的要試穿的人其實沒那麼多耶 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還是會建議大家要先試穿 然後再決定要不要買 有一個部分我沒有錄到 就是他突然從後門打開 然後就推了一個衣架出來 然後就說 Fresh clothes 之類的東西 他大叫什麼啊 Fresh rackets 之類的東西 就是那一整個衣架推車推出來的 全部都是剛上好 他的那個價格標籤 非常非常熱騰騰的那些捐贈的物品 也就是說沒有人比你早go through 這些衣服了 那個推車一推出來都還沒有到定點 所有人就這樣湧上去 當然這個部分會有一個壞處 就是他沒有分性別 沒有分尺寸 也沒有分是大人或小孩的 商品就全部mix up 然後放在架子上 然後你就要一件一件go through 接下來就是要帶大家 回到一月份的時候 去看看一月的時候我買了什麼 我買了三個東西 九塊 十五塊 跟八塊 這是我捐的三分錢 那我們就先從最便宜的開始看好了 就是這個八塊錢的 Alright 這就是八塊錢的 小包包 拿反了 小包包 他的背帶不能調整長肉 裡面是長這樣子的 這個扣子如果打開的話 袋子抽掉 他就變成一個 碗宴包吧 就是可以直接用手拿的出去 就沒有這個袋子了 這一個我最喜歡的原因是 他很新 他新到裡面還有這個 可以丟掉了 然後他裡面的compartment very big 為什麼要講英文 他裡面的容量非常的大 這邊可以放八個卡片 然後再加上中間拉鍊打開 還有一個最大的 比較隱秘性的compartment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零錢袋 OK 再來是要給大家看這個 九塊錢的 是一件毛衣 如果你有看Friends的話 你就知道Rachel曾經在 Ross Lawrence打工過 anyway這個就是他那個牌子 然後他居然只要九塊錢 然後最後一件就是這個 我是覺得他原本應該是更深 只是洗到變比較淺的藍色了 這個牌子叫 High Sierra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這一件就是剛剛這三個東西裡面最貴的 就是15塊 可以看完一月份買的商品之後 你會發現非常的眼熟 沒錯 上個禮拜就是有改過 那一件Rough Lawrence的毛衣 如果你上個星期的影片還沒看的話 我會把連結放在右上角這個部分 還有另外一件面試服呢 是在二月買的 也就是在這個月的35塊預算之內 另外兩件戰利品在這裡 這件面試服呢 是香蕉共和國的Banana Republic 這件香蕉共和國的洋裝呢 我已經找不到類似的款 我喜歡他的方領的設計 然後還有他的腰身做蠻高的 會讓你的腳看起來比較長 這件是用七塊錢買到的 七塊錢就是210台幣 第二件就是這個老爺褲 以他的重量跟他的內部的設計呢 我猜應該是男生的褲子 Rough Lawrence again 他是Rough Lawrence跟Polo 這是斯里蘭卡做的褲子 這件褲子呢 大概就是有點橄欖綠 墨綠 外加有點黃黃的 一個燈心絨的老爺褲 喜歡的地方是他在腰帶之下 有兩個折紋的設計 然後讓他看起來在大腿的地方比較膨 最喜歡的部分還有他的那個高腰的部分 原價移層迷的這件褲子 原來在網路上喊價從35塊喊到160美金都有 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不管怎麼樣這件就是舒服好穿 而且又是我很喜歡的燈心絨 第三件這件牛仔褲呢 是我一踏進那家店 就馬上拿起來的第一個商品 這一件超級超級大 人家不是說腰圍如果可以 環繞你的脖子一圈的話 那就代表你穿得下嗎 好 大概到這裡 也就是說 這個部分對我來說是多餘的 我喜歡他的地方是在 他一是高腰 二 他的布料在鏡頭上看起來不是很清楚 但是事實上他有點偏 綠色 然後那個綠色呢 是非常淡的綠色 加了白色的綠色 你懂嗎 然後這件褲子非常的強 非常非常非常的強 快要跟我一樣高 其實穿起來真的蠻舒服的啦 可造性非常大 今天不管是把它改成我的短褲 或者是Sam的短褲 這件牛仔褲都還會剩下 很多的布料可以運用喔 如果我改成短褲的話 大概還會剩這樣 很多耶 這樣子還可以再做一個 一個購物袋之類的東西吧 褲子自己本身的吊牌還在 所以除了上面的資訊之外 我對這個牌子一無所知 我還沒有想好要怎麼改 但是 不管是要改成我自己的短褲 或者是給Sam的短褲 他的布料都很夠用 所以我覺得他的改造空間是非常大的 那就敬請期待改造這一件牛仔褲的那一集好了 那麼這三件就講完了 這就是二月的戰利品 那這個月的挑戰就算成功 這集就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可以按讚跟分享 如果你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你可以按訂閱頻道 然後打開小鬧鈴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了 安妞